日前有一团八人的登山队伍要挑战攀登花蓮齐来东岭 但没有想到途中却有一名女山友脱落脱队 不幸坠落距离不到约五六百米一处的山洞 因此受困四天后经过救难人员扩大搜寻 并以直升机的斜巡下终于获救了 幸好她只有脱水 在21号一早紧急送医就职 小心 在峭壁上踩空摔一跤 好险肚子上绑满绳索 救难队员使力重新整顿脚步 带着山友缓缓往上爬 搜救人员何地帮忙一起往上拉 这起坠鼓意外发生在花蓮县 由八名山友组成登山队盘登起来东棱路线 其中一名正姓女子因脚程比较慢 自己走在队伍后方 明明17号上午8点多有跟领队通电话 相约在月行池会合下山 但领队等到晚上9点半还迟迟不见人影 赶紧通报消防局求救 消防队出动直升机连日侦查 终于在20号正姓女子失联第四天找到她 才发现她掉下距离不到有5到600米的山谷 搜救行动终于有进展 消防队员立刻搬起单架跑起来 拯救人命可不容患 7月19号的傍晚 该名女子有传出最新的坐标 那她位置是在一个石洞里面 她在石洞里面应该是过了两天 那身上就是粮食跟水已经差不多消耗完了 所以一开始看到我们的时候 她是就是很急切的需要喝水 幸好正难队员听到正姓女子讲电话的声音 才在她换过位子的避难山洞成功寻人 正姓女子获救时神秘机箱稳定 只是有脱水的状况 经过6小时终于才把人拉回步道 送往花莲慈激医院一致 没想到一群人爬山 却只有自己脱队坠落山谷 多亏背包里有准备粮食 还遇到安全的山洞 才能熬过等待救援的艰苦时光 记者林明镜时令晴花莲报道